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 等就能把钱等回来吗 是啊 光灯有什么用啊 对啊 对啊 灯有什么用啊 你们都是经商的世家 这做生意嘛 自然是有赚有赔的 这天底下哪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啊 当然 在这次收购御犬井的过程当中 也许是出了问题 但是我们等着绍华回来 一切就自然给你们一个说法 这 如果有人想退股 那也可以 如果有人后悔跟我们公家合作了 那好 拿钱 走人 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这不是担心吗 说笑了 我们再等等 再等等 对对对 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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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还是等着急了 这灯传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灯传又回来才知道是 一定会说 如果这灯传又回来 这灯传又回来才知 那灯传 有点有点灯传又回来才能不能够 清晰香会用十万块大洋 买下御泉井 而你恰好在当天 用十万块大洋 买下了整个幻沙镇的炼香房 建香水厂 这不会是巧合吧 当然不是 这两笔交易 用的是同一笔款子 御泉井的真正老板 就是我 我明白了 姐夫 你所谓的草传戒戒 原来是向龚绍华戒的戒 那么 龚绍华手中的国色天香秘方 应该是假的了 也就是说 你交给姐姐手中的国色天香秘方 就是假的 没错 你的意思是 你始终在欺骗姐姐 在利用它是吗 不 不不 这只是我的猜测 一定不会是真的 你没有猜错 事实就像你所说的 一样 你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姐姐 你说话呀 我无话可说 为什么 你利用姐姐 对付竞争对手 这跟龚绍华有什么区别 怎么办呀 姐夫 我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个解释 我相信 你不会对我姐姐这么狠心的 是吗 姐夫 你说句话好吗 姐夫 你说句话呀 这边可怎么办呢 怎么还不回来 又说咱们百姓 他们也不回来 等着什么时候 这都多长时间了 公夫人 他还没有说 公少爷怎么还不回事呢 公夫人 这公会长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我已经派了两拨人去找了 估计 公少爷怎么还不回事呢 很快他就回来了吧 该不会是躲起来了吧 徐老爷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就是天塌下来 我们公家 也只有可能是站着被砸死 没有躲起来的道理 再说了我这个当娘的 不是还坐在这儿 陪着各位吗 我这个儿子 他不要钱可以 他绝对不会 不要我这个当娘的 来人哪 再奉茶 是 什么时候 公伟长回来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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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陆会长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乡家炼香房用的水 根本不是御泉井的水呀 他们每次 把御泉井的水拉回来 就倒到水沟里去了 咱们都上当了 不必再说了 我明白 御泉井的水 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肯定上当了 我们上当了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好了 这怎么办呢 这是真的吗 你们不必担心 我龚某 自会负责任他 不过 请大家相信我 我龚绍华 也绝对是个 有担当的男人 如果是因为我 让大家损失了 就算倾家荡产 我也会赔给你们的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认为绍华 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吗 不敢 不敢 好 我们相信 龚会长 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这样 我们先回去 等候会长的消息 走吧 走了 咱们回去等消息啊 真是神奇 没想到上当 昭华 你告诉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娘 我们都上了 相好你的当了 可是你不是说过 这玉前井的水 就是配着国色 天香秘方的原料吗 到现在 我也没有想通 想不到 我们公家 真的就要倾家荡产了 娘 孩儿不孝 是我害了公家 这不能怪你 要怪 就怪他相好 我以为人实在太狡诈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公家 这百年的基业 就要毁在我们娘儿俩的手里了 行 我怎么不极了 这里 不暴征 现在 已经判断了 他就算了 我看看 他就算了 你要去了 你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雨昕 怎么回事啊 吵什么呢 夫人 你还一直埋怨我姐姐不该背叛乡家 可是你知道吗 姐夫给姐姐的秘方 本来就是假的 她其实一直在利用我姐姐 雨昕说的都是真的 娘知道 你这样做有你的道理 自从雨昕离开乡家后 我也一直在怀疑 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才会这样做的 是吧 昊宇啊 你是娘的儿子 没有谁比娘更了解你了 雨昕对你来说 就像你的生命一样 娘相信你不会去利用她 更不会去伤害她的是吧 娘 这确实是我做的 昊宇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究竟怎么回事 你跟娘说说 昊宇 娘看你这样也很难受 你不要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 你说出来 娘和你一起承担 娘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真的不能说 否则我就永远失去于您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 这究竟是怎样的 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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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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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家产 不管你是贫穷啊 还是富贵 我都不会离开你 温宜 少皇 不要再和相家兜来兜去了 这样的话 只会两败俱伤 我们在一起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不好吗 这是我男人之间的事 已经别管了 然后再和相家兜之间 我们也没广哪儿 绝对 谁 怎么会不会 在这里 这样 有没有 那我 你把雨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你不可能欺骗她 也不可能会利用她 更不可能亲手把她往火坑里推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从雨宁离开乡家的那天起 娘一直在怀疑 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是吗 是吗 儿子 大少爷 大少爷 贡少爷闯进来了 我们拦都拦不住 不用拦她 让她进来吧 是 教会 相兄 公兄 我中了你的圈套 我认输 湘兄 我有一事不明白 我拿到的秘方是假的 玉泉井水也是假的 那为什么当初 我可以制成国色天香 很简单 秘方不完全是假 国色天香 的确需要用特殊的水 要不然 怎么能骗得过 像你这样的行家 只不过 秘方中少写了一些 关键的配料 我早就已经买下了玉泉井 这边 让浩泽带你去取水 所给你的水 并不是玉泉井的井水 而是从国色天香 真正的水源取来的水 而且水中按比例放着 秘方中少写配料 好计策 果然是天衣无缝啊 湘兄 过假 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 借力打力 我输就输在看错了你 没有想到 你连你的亲弟弟也利用了 利用你最心爱的女人 帮你完成计划 算你狠 我龚绍华输得心服口服 承让了 蛮好的 管室长 让所有人先下去 是啊 所有人统统到屋里休息去 走走走走 进去吧 进去吧 湘兄 你弟弟已经来了 你就不怕你们兄弟俩反目成仇 就不怕你心爱的人 因此而背叛你 你错了 他们全都已经知道了 羽宁她知道吗 我想你还是没有勇气告诉她 因为你很清楚 如果羽宁知道了真相 她是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是不是 龚少华 我知道你今天来 想说的话并不止这些 你还有些什么话 还有什么秘密 不妨都说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呢 难道你以为 我会连羽宁也欺骗 我会连羽宁也利用 难道我相好羽 对羽宁的感情 还不如你龚少华身后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苏羽宁是假的 是 你这是在给大少爷绣荷包吧 真好看 大少奶奶 你小心一点 这一会儿工夫 都扎了好几次手了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总觉得心神不宁的 眼皮也一直在跳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公少华 你在说什么 萧后宇 你是说你早就知道真相 一直在将计就计 这不可能啊 你错了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真相 在迎亲路上 突然再见到宇宁 我真的欣喜若狂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宇宁只是你精心培养的一个替身 它们实在太像 就连眼中那种神采 也是一模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就在我第二次搜功夫的时候 从你书房中挂的字画 认出你的笔迹 你就是那个一直在背后 操纵宇宁的萧郎 难道就凭这一点 你就能够说 宇宁是我精心培养的替身 我哪有如此神奇妙算 当他开始怀疑你而相信我 我就带着他 去寻访那些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地方 跟他讲述 我们那些难忘的往事 希望刺激他的记忆 可他就是毫无感觉 我一直想不通 就算他失忆了 可是我们曾经那么地深爱过 怎么可能 会忘记得一干二净呢 就算加上这点怀疑 那也不可能啊 不错 可更蹊跷的是 他以前拥有的才艺 也改变了 他不再会画画 旗艺也退步了 宇宁本来就不会画画 旗艺也很一般 要不然我也不会留下 这么大个破绽 你当年离开羽宁的时候 他确实不会这些 而在认识我之后 我就一直教他下棋 教他画画 羽宁就教我练香 教我弹琴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 三年最美好的时光 直到练出了国色天香 果然是段很美好的时光 可惜不会再有了 香浩宇 虽然你比我拥有 更多美好的回忆 可一旦失去了 你也就会比我更痛苦 真的羽宁在哪里 他到底怎么样了 你先告诉我 你是怎么识破这个假羽宁的 我再告诉你 这个羽宁 不仅不会画画 不会下棋 更不会弹琴 就弹了一首 出神入化的好琵琶 他谈琵琶的记忆如此高超 至少应该拥有十年以上的功底 可是真的羽宁 却不会谈琵琶 郎中说 失忆的人爱好有可能改变 可是所拥有的记忆 却不可能改变 当我听到他的琵琶声 我的心里突然觉得很恐惧 那天夜里 基本上是理想要靠这一步 你不要在这再一步 你不能改变 不知道 那你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 龚少华 你确实把这个禹宁 调教得非常好 就连炼香的技术 也跟真禹宁一样的好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但你却不知道 一个属于她的秘密 虽然你跟她从小定了婚约 可是从来没有肌肤相亲过 所以她身上的胎记 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而我是雨宁的丈夫 我熟悉她身上每一寸的肌肤 要不是你让这个雨宁 把我当成仇人 让我无法靠近她 也许你的阴谋 早就被我识破了 你亲近她又如何 你熟悉她身体每一寸肌肤又如何 你再也得不到她了 你得到越多 就会失去越多 就会越痛苦 朕的雨宁 是不是已经 死了 早就死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和雨宁在一起了 我又何必拿一个假的雨宁 来迷糊你呢 你怀疑得没错 我不仅要得到国色天香 我还要尽可能地来整你 报复你 折磨你 等你失去雨宁的痛苦 等你失去雨宁的痛苦 已经被假的雨宁 安抚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让你再痛一次 让你心口的伤 永远无法愈合 你住口 浩泽 把你的枪给我 我要杀了他 分辨 那些人 忍不得大 那点不想到 让你转辩过 我总的信尊 即可 已不想到 也不会有什么 我何必要 人也 faith 快去 是 香浩泽 有胆你开枪啊 浩泽 顾上华 朕的与你 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的尸骨 朕 到底在哪里 香浩泽 我不会告诉你的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和玉宁 已经拥有了很多 美好的记忆了 你总得留点记忆给我嘛 顾上华 你已经疯了 杀了他 我姐姐肯定是被他害死的 芸汐 公少华那么爱你姐姐 她不会伤害羽宁的 公少华 你走吧 看在我们都是爱着 同一个女人的份上 我不想再为难你 你别再假惺惺的了 你以为你赢了 其实你输了 在这场争斗里没有赢家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羽宁真相 你以为羽宁还蒙在鼓里 还想把戏继续演下去 假装自己真的拥有它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羽宁 她叫红玉 不是苏羽宁 我已经告诉了她这些 所以她根本没有勇气 回到你身边 她以为她已经背叛了你 但更重要的是 她觉得她不是羽宁 她只是个可怜的替身 你 你怎么可以如此残忍 我残忍 难道你不残忍吗 天下的男人 移情别恋是很正常的 可我们俩恰恰相反 哪怕红玉跟羽宁长得一模一样 哪怕她也多才多艺 可我们都无法真的爱上她 你若高 她不敢告诉你真相 她想继续扮演这个可怜的替身 而你也不敢告诉她真相 你是希望她继续扮演这个替身 你不觉得可笑吗 难道你以为这是相爱啊 这是相互欺骗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银耳盗铃的悲剧 怎么继续下去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快点 驾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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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浩泽 雨昕 我想求你们一件事 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答应你 不 我不答应 姐夫 你是不是要我答应你 不要把这个真相告诉红玉 这层窗户只一旦同破 你们就无法再继续相处下去 她虽然不是你姐姐 但她对我的爱 跟你姐姐一样的深 她如果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真相 她在乡家 就无法待下去了 我不答应 我要去骂她是个骗子 她不仅骗取了你对姐姐的爱 更骗取了我对姐姐的爱 雨昕 雨昕 你千万不要伤害她 她是无辜的 事儿雨昕 你要冷静脸 你想要留下她 你是不是已经对她动心了 你已经准备背叛我姐姐了是不是 不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姐姐 那你现在到底还爱不爱我姐姐 爱 我对雨昕的爱 永远都不会改变 那你爱红玉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姐夫 我姐姐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她一定是为你死的 不要再说了 如果你背叛了她 你还有什么脸 和她在黄泉下见面呢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大哥 大哥 雨昕 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大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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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奶奶 大少爷在那儿呢 快停车 停车 快停车 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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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玉妮 玉妮 你不要离开我 不会的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大嫂 大嫂 二少爷 浩泽 什么事啊 看什么书啊 看得这么入神 我最近在和你大哥 研制新的香水 不过总是不成功 我想查看一些书 说不定 会找到一些新的思路 昨晚没休息好吧 看你脸色特别差 是吗 郭瑟天香的秘方 是我泄露的 要是不帮你大哥 尽快研制出新的香水 怎么对得起你大哥 怎么对得起乡家 大嫂 你不要总想着 这些秘方的事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要说对不起 也是我们乡家对不起你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可承受不起 对了 昨天下午 炼香房出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事 你骗不了我 昨天我一直感觉 心神不安的 好像要发生什么事 我就想去炼香房看看 半路上遇到了你大哥 看他那个样子 准是出了什么事 都是我不好 我坐视马虎大意 让大哥生气了 真是这样 兄弟吵架 吵完就好了 你别放在心上 那个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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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昕小姐说 身体有些不舒服 想休息一会儿 你还是改天再来看他吧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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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公家少爷在门口 闹着要见您 大少爷和二少爷 现在都不在府里 夫人又去月华安上香了 刚才香水场那边有人闹事 管家把羊枪队也带走了 大少奶奶 您快躲起来吧 躲是躲不了的 你去把公少爷请进大厅 我换件衣服就去见他 去吧 是 大少奶奶 雨昕 我要去见公少华了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 拜托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浩宇 拜托 好 庞子坑了 你不想做 你很有力 待会儿 很急 我慢点 谢废 找我 你快活着 你这些太太太太严了 国色天香蜜蜂的分上 我求你不要向昊玉说出真相 你已经有了蜜蜂又有了蚊仪 就让我陪着昊玉吧 如果你非要说出真相 我唯有一死 你放心 我不是找向昊玉说破真相的 我是来拯救你的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拯救你 红玉你傻我也傻 其实香蜜蜂才是真正的老狐狸 她早就知道你不是真玉宁了 我和你都被骗了 是吗 她给你的秘方是假的 我和我的相会 已经被她骗走了十万大洋 为了赔偿给香蜜 为了赔偿给香蜜 我们公家已经倾家荡产了 而这十万大洋 就成为她兼臂幻杀镇 所有炼香房的本钱 不 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她亲口告诉我 就在你给她弹琵琶那天晚上 她悄悄检查了你的身体 她就已经发现你不是真玉宁了 你好好想一想 好好回忆一下 想想那天的反应 她的表现 就该知道我没有骗了 就该知道我没有骗了 你回来了 我想休息 你真的是于你 你真的没有死 说老实话 我也没想到 香蜜蜜的城府 竟然那么深 她可以不动声色地 反过来利用你来对付我 我想她早知道 你回来杀我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她也知道 背叛我的人 下场会很惨的 她并没有阻止你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 把你的身世放在心上 你只不过是个冒牌狐 相好语所有的柔情蜜语 都只是针对于您的 她不会再浪费时间和感情 在你的身上 你只不过是相好语 用来报复我的工具而已 她不会再说 她不会在我后面 她不会再继续 什么 用我的手 你去 自己的手 你去 你去 今天 你和他一样 你们爱的都是人 不是我 你们都是一样的自私 一样的绝情 你们两个都只是要一个体身 从来都没有想过我那感受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你们跟我走 难道想留在乡家 我不要 我不要跟你走 我更不要留在这个地方 我 站住 玉女已经死了 你就是玉 国子天下我已经得不到了 至少我要得到你